以我們的經驗 一個病人進來 他有十分的病 你先帶他拜佛消業障 剩下五分 再給他做個菸供藥供 又剩下兩分 然後去看醫生的時候 已經剩下兩分了 業障消除啦 鬼神超度啦 醫生只是調整一下他的 身體 吃一些藥 但是如果不懂這個 你就要浪費很多醫療資源 他就因為業障被消除 鬼神被超度 怎麼開刀也不會好 所以佛法很好 學了很多這種方法 來幫助眾生 只是我在這邊交代 學佛法不能拿來買賣 記住 因為如果你拿來買賣 說我幫你念念給我多少錢 這個會下地獄 佛法就不值錢了 就不是佛法了 所以我想在這一點 我們去幫人家助念 還要謝謝對方讓我助念 這樣 那如果 你找來說要錢了 你說我自己賺 為什麼要錢了沒用 你還不如自己念 因為你的孝順心 就可以幫對方超度 對不對 你的虔誠心 慈悲心 就可以幫對方超度 佛陀沒有說 出家人念才會超度 我要代家人念不會超度 佛陀沒有這樣說 佛陀只有說 有信心的人來念 都可以幫助對方 但是如果一個人不信因果 他不信因果 他在跟你收錢 他跟你念 那你不要跟他談了 因為這個連信心都沒有 在這一點 我認為學佛沒有分錢不錢 有錢沒錢 只要有一個信心 有一個悲心 各位你就可以幫助對方 所以你在家裡撒一點餅乾 幾千隻螞蟻都來了 你可以辦法會 為他們念 鬼衣大悲 這些螞蟻 在吃你的餅乾 準備以後 去極樂世界了 快不快樂 做乞丐也快樂 所以念一下 來 心如黃金 生如乞丐 要這個心態 當然各位現在是拿都拿釘 那不一樣 那功德更大了 如果你有福報有錢 你又可以接觸很多眾生 買很多食物 可以救一頭牛 對不對 昨天我們救了十九頭 一頭三千塊馬幣 不便宜 三千塊 對三千塊馬幣 我們在斯里蘭卡救 就便宜一點點 在泰國也救 我們已經救了幾頭了 念一下 兩萬七千頭 等我們院長或是要蓋好 我就送一萬頭來 現在最痛苦的是 沒地方去 所以你家有棕櫚員 借用一下 借用一下 微微放幾頭 好了 你不用撒肥料 那些牛在那邊大小便 你長出來的棕櫚不得了 有加持的 真的最近有好幾個 就借我們戰日法師 他不相信 因為我們的養牛 不灑 不灑農藥了 就長出來的棕櫚還是更多 他們就慢慢相信 就借我們帶牛去吃草 幫你吃草 你付我錢好了 不用再灑農藥 因為這個灑農藥是破壞土質的 灑農藥就是灑神不能灑幹嘛 這個是個惡意 不太好 以後皮膚不好 身體慢性病多 淋巴腺會出問題 所以各位就最好 要花多一點錢 找那個有機的 對不對 想辦法 但是不能為了賺太多錢 而損失自己吧 現在念虛空藏咒 代表整個虛空 你想什麼就變什麼 他要衣服 他要黃金 他要房子 他要車子 什麼都滿他們的語言 叫虛空藏咒 你不會念也沒關係 用想的你心裡就很快樂 因為你這個想 對方就得到了 佛的力量加上你的悲心 對方就得到了 所以各位 你沒有看到阿彌陀佛 但是你念阿彌陀佛 為眾生念阿彌陀佛 請問阿彌陀佛有沒有來 有 只要你相信 而且你對眾生有悲心 那個眾生就看到阿彌陀佛 因為他吃飽了 你又為他念佛 阿彌陀佛就帶他去極樂世界 沒有生病了 然後呢 一切都滿足了 再來呢 超度了 超度 我們先幫他念 玄奘法師所翻譯的 不動佛心眾 那有些人問我說 師父你為什麼不直接念往生眾 這個有個道理 因為佛陀說 現在這個時代 末法時代 眾生貪嗔吃強 造的殺業惡業太多 往往直接會墮落三二道 所以如果先為他念 不動佛心眾 那他們就可以 這個業障消除 貪嗔吃不起 這個叫淨除一切業障 慎福往生淨土透露 你就先幫他們消業障 所以特別那些自殺死掉的 堕胎胎兒的 這些意外死的 被槍殺死亡的 這些凶死的 特別要念不動佛心咒 所以佛經說 這個不動佛心咒 你去幫人家註念 我們都請人家貼在手機上面 你貼在手機上 或是那不動佛心咒 讓對方看到了 對方叫 見極解脫 只要他看到這個咒語 或聽到這個咒語 他當下脫離地獄道 鬼道出神道 特別是堕胎胎兒 因為不動佛 他是特別照顧堕胎胎兒的 所以堕胎胎兒 我們就會加念不動佛心咒 他馬上往生妙系淨土 所以來 各位各位念一遍 三十一頁 來 念咒的時候 你要相信 你就代表佛的一百分的力量 你要相信 现在最难就是这个相信 你念往生咒 阿弥陀佛百分之一百就现前 你百分之一百的力量 在消众生的业障 所以咒叫陀罗尼 所以如果你能够发起 无上菩提心跟这个信心 无我的来念这个咒 那你就百分之一百 阿弥陀佛的力量 百分之一百不动佛的力量 当你念大悲作为 能够升起这么心 你就百分之一百的 观音菩萨的力量在你身上 不但帮了你自己 因为你已经转成观音菩萨 又帮助对方 所以各位还是年轻一点学佛 不然背不起来 经常念经常念就背起来了 放过来 为他们念七佛如来 念七尊佛 他们一听到 也是一样脱离地狱到鬼道出身道 将来也会成佛 而且得到现在这个佛的加持 比如说念多宝如来会发财 勇于贫穷 念宝圣如来会消业障升天 念妙色圣如来 他们会变得很漂亮很漂亮 因为那些鬼都长得很丑 都躲在后面 但是你帮他念妙色圣如来 他长得好美好美很庄严 将来还可以成佛 念广博圣如来身材高大 念离部闻如来永远不会怕 念甘露王如来同享所有甘露 念阿弥陀如来 念一下业障消除 往生净土 所以这七佛如来 各位不管对人也好 对动物也好 对恶道众生经常念 我们大家一起年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妙色圣如来 那么广博圣如来 那么离部位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妙色圣如来 那么观众生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离部位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妙色圣如来 那么广伯生如来 那么踂步位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回向祭 希望大家每天都要发愿 发愿 不管做什么善事 都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世间 这是一个暂时的过客 不执着一切 但是我们要利用这个无常的时间 来体悟无常 也来广结善缘 广修功德 但是大乘佛教的最主要的修行 念一下 西发菩提心 同生极乐果 所以我们要劝所有众生 生起愿为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为了圆满菩提心 最保证的方法 就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你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了以后 你就会证得空性大悲不退转 然后一定成佛 所以只要愿意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 必定成佛 阿弥陀经说的 不退阿尿多罗三秒三不提 并不是这个世间不好 而是这个世间不好修行 很容易起贪嗔痴 很难 虽然我们讲的很简单 空性空性 空只是理论 自己空不了 因为这个世间五着二四 时时刻刻让你起贪嗔痴 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 那边没有男生没有女人 没有姻缘让你去贪嗔痴 花草树木都在给你说法 阿弥陀佛在给你加持 十方诸佛你要去参访 不退菩萨都在你身边 这样才是快速成佛的方法 所以当然 我们这辈子就努力的 学发菩提心 广修功德 除了诸恶末做 重山奉行 就广修功德 然后呢 发愿违向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来念 各位观想 所有万幸祖先 所有往生牌位 所有老人院 精神病院 洗肾的中心 所有往生者 包括念一下 印度人 马来人 所有世界 黑人白人 所有人类死亡者 动物死亡者 痛苦有情 随我发愿 当下往生 极乐世界 最后啊 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啊 你看 有人办得很好耶 对不对 不见得要出家人 在家人也可以耶 可以办老人院 可以让人家洗肾 可以帮助很多人 可以用各种宗教 来帮助别人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由宜兰县全民共佛 宰神共德会 所主办的宰千僧 及孝勤报恩法会 近年来 接受到全国广大 深重响应 每一年 都有超过数千人 参与盛事 2020年 因应新冠病毒疫情 肆虐全球 使得宜兰县全民共佛 再生功德会 必须配合政府 停办 在千僧之善举 然而 在台湾防疫的家许下 宜兰县全民共佛 再生功德会 已监视全体通过 同意 在109年8月1日 至9月16日期间 举办宜兰全民共僧行动团 上山 供养 赞宝 此次共佛再生 以宜兰全民共僧行动团为命名 希望 以主动巡回方式 骗其各毛棚金社 而宜兰县全民共佛再生 功德会理事长 朱如文 受访时表示 鉴于疫情因素 担心部分出家僧众 日常生活所需 所以当机带头示范 直接到各寺院 道场 茅棚 金社等 进行共僧活动 同时呼吁各慈善团体 一起相应共僧 这份修复修会的无量殊胜功德 我们有建于 尤其在身上 什么棚金社 他们今年因为 都没有得到共僧 所以他们生活非常紧张 我们工作会认为这样 我们要以身做什么 当机 我们带头来示范 直接到过试院 到场 茅棚 进行共僧的活动 2020年7月18日 宜兰全民共僧行动团 正式与宜兰县孔雀明王寺 开城别院 举办第一场共佛再生活动 场面庄严俗胜 宜兰全民共僧行动团团长 张有秀珠局势 至此时表示 此次共僧的第一站 全在宜兰开城别院进行 而当天也是孔雀明王 第49天修法圆满之日 因缘更胜发喜 我们的训维师姐 就体力说 既然我们不能大喜了 不然我们就到宜兰县内 各事业去共僧 然后就非常替 替那个人非常很悲心 就说太好了 然后就大家开会的时候 大家不只是全部的通过 然后大家就起翻识了心 说你能来做这件事 分手的麻烦的 此外 开城禅寺住持 思杰法师也表示 宏森是内心的一份空敬 透过这份心力 不及于世间之云云周深 平安和喜乐 对于心灵环保 一定能够提升 但是刚才说讲的 这个因缘是非常特殊的 今年的不管说 刚才大家都有谈过 疫情等等 但是我们希望也能够 把这份不管是在 当生或者是每个道场 或者是每个宗教当中 能够尽个人的一份心力 来自把这份的心力 普及到每个众生的信念当中 那么这份的平安和实验 会在我们自己自身当中 会长得出来的 2020年 宜兰全民共僧行动团 为圣守政府的防疫新生活运动 外县市战武规划 目前也将安排到 宜兰县12个乡镇市的 寺院道场礼佛共僧 届时将向诸山长老法师 供养旨意 欢迎居士大德 永不正法 暴民随行 大众同行 祈愿福利加倍 能让疫情尽快免贫 更愿世界祥可 景气复苏 似时吉祥 生命电视台 宜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边是永恒的黑暗 一边是光明复制 请随我同生穿啊 同长红的红 放飞你心中的爱 拥抱蓝天大地 阿玛丶密室 阿玛丶密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统的织布机编织着岁月 将渐行渐远的时光 传说成鲜艳的色泽 潺潺的江河 优雅的划过美丽的大地 想着清澈的流水声 提醒所有见到他的人 都能意念起梁师的教言 游中想要修持佛法的人啊 请这么做 要以流水般不间断的前进心 来追随你的上师和三宝 自2009年造访布丹 护持连师大佛开始 往后的每年 师父都带领生命之旅 参访着殊胜的佛国圣经 大众在这片人人向往的国度 诗时 护持造佛像 造佛塔 供养僧尼 发菩提心 广直善音 莲花生大士曾说 我们都必须将所积聚的一切财富 留住身后 因此 切莫为了财富 而做出恶行 善行与恶行的夜报成熟 经过累劫也不会消失 因此 连最维系的因果关系 都要小心注意 深受连师启发的不丹人民 十分注意 不以恶行为谋生行业 国际内罕见杀身的行为 不丹国际内 遍布大大小小清澈的河川 溪流 但从不曾见到有人锤吊 捕鱼 针对观光客的旅游手册 也注明了 不丹政府明文颁布 禁止捕捉水族的法令 山坡上自在吃草的牛群 饲养的墓地 只为了获取牛乳 虽然人民大多能奉持因果 但对于历代 以游牧为生的人民 以贩卖宰杀牛只为业 普坛政府 也只能以补助生活 来作为减少杀业的方式 西藏国王 智松德赞 曾问连师 关于杀身的因果夜报 及如何忏悔杀业 连师沉痛地说 在未来牧师 人们极其喜好杀身罪业 无有忏醉的时间 能够灭尽 遣除今生 来世 所有已守过的方法 没有比戒杀 和令人戒杀 更为有效 功德更大了 护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数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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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